男人重生成为亿万富翁后 和歪国佬打价格战僵持不下 发现歪国佬居然是个gay 且看他如何用这个筹码压制对方 卢斯尔先生 怎么样 照片的清晰度还不错吧 是你拍的照片 照片如果感觉不过瘾 我这里还有一段录像 像素不错 拍得很清晰 方言内容也很劲爆 孙 你疯了 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我命令你 马上将照片销毁 命令我 你算什么东西 你们真以为吃定老子了 信不信我能让全世界都知道 CSO的副总裁是个gay 等等 孙 有事好商量 有事好商量 你是不是要钱 说个数 卢斯尔先生 您开什么玩笑 我怎么可能跟你要钱 这不成敲诈勒索了呢 我不是那种犯罪分子 我不要钱 不要钱你要什么 简单 我要偶尔比斯的 微激光术的技术资料 微激光术 简单吧 只要你把微激光技术数据给我 这些东西就会消失了 绝对不会影响 卢斯尔先生的名誉 这对你有什么好处吗 孙 我们待你不薄 你不能 快闭嘴吧 不要把自己说的那么高尚 你不想再欧曼力做了 卢斯尔先生 你怎么总是问这么无聊的问题 娘们儿唧唧的 不不 你也算半个娘们儿 不过你但凡少喝意料 也不至于问这种没脑子的问题 你你你 别废话了 答不答应 你怎么能保证数据拿给你 这些东西会消失 那卢斯尔先生就只能相信我 言而有信了 要不 读一碗 好 我答应你 有事好商量 没问题 裹酒 15天 挺好 我就喜欢干脆力了 你还在这里干什么 我应该在呢 孙 你什么意思 是不是不想干了 你猜对了 老子不干了 你别后悔 闭嘴我你 别以为有两个凑钱就有多了不起 老子是喜欢钱 但老子不是狗 真以为我孙连胜离开了欧曼丽就没饭吃了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别他娘跟我说这种没脑子的话 还有 老子最不乐意听你说话 你要是再多说一个字 老子立马抽你 还有 华克游 看着孙连胜扬长而去 史曼夫脸色挺轻 这会儿看热闹的人不少 这使得史曼夫更加难堪 孙连胜反水的消息 很快就传进了陆飞的耳朵里 收到消息之后陆飞就笑了 现在已经到了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的时候了 人工钻的色泽问题已经解决了 剩下的就只有禁毒问题 有了王赫东的技术数据 禁毒已经达到了极轻微内含极和内无瑕极 这个级别的钻石是很有市场的 回头再等孙连胜那边的危机光束过来 人工钻就已经算研发成功了 毛钻已经达到了三级的程度 这样的钻石在市面上是比较常见的 怎么分辨人工钻与天然钻 钻是没法分辨 一定要说有区别的话 那就是晶体结构太过完美 天然钻的晶体结构成八晶体不规则状 规则的很少 但我们的钻石全是八晶体规则状 毕竟我们不可能调整压顶机的孕育数据 不过这并不影响钻石的品质 因为八晶体并不作为钻石的价值参考数据 而且一般不是特意要挑毛病的人 不太可能去用显微镜看它的八晶体结构 也就是说 我们的人工钻唯一的缺点就是 生成的太完美了 可以这么理解 牛P 这种橙色的毛钻在市场上什么价位 按重量算前的 如果是天然毛钻 这种橙色0.5级每克拉1000刀 1级每克拉1500刀 1.5级每克拉2300刀 2级每克拉3000刀 我们目前培育的都是2级以下的 如果重量级上去 也还需要时间 现在我们的成本有多少 不到两成 而且随着培育方法的成熟 成本还可以下降 呵呵 那就真有的赚了 那是真有的赚 你找那些珠宝商商商谈 价格压倒市场价的七成 先捞一笔 陆总 你好像根本不怀疑我 怀疑什么 技术数据由我掌控 市场也给我掌控 你不怕 那多好 我还省得烦 全交给你多好 坐着赚钱不香吗 如果有一天我把你挤出局呢 那就要看你本事了 陆总还真是自信 不过却让我敬佩 放心 我乔丘明不是那种人 大家一起赚钱 那就最好了 市场尽快吃 吃完海城吃全国 吃完全国吃海外 我要让我的钻石 遍布全世界 全世界那么多的珠宝商 没法统一 我打算招待你 就让我们华夏的钻石商人去跑 稍微让点力 愿意做的人大吧 你看着办就好了 怎么做我不过问 我只要亮 行 我知道了 这是陆飞和乔丘明 打破钻石垄断的一个重要时刻 虽然毛钻等级还没拉上去 但也有很大一部分的市场 先吃着再说 而这时 乔丘明已经去联系海城的钻石商了 有一个数据很少有人知道 全国目前从事钻石相关的企业有4500家 到了20年后有11万家 当然乔丘明是不可能去找目前的4500家的 他当然是要找代理 虽然过手都是税 但相比而言 这根本不是他去考虑的事 尽快的布局才是要做的事 于是虎三月中旬 欧陆宝矛钻批发市场 在海城的钻石商人们之间传来了 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无数人蜂拥而至 前往海城找欧陆宝贸易公司 问问他们还有没有货 当然有 陆飞把中飞科技账上剩余的钱 全部砸在了机器和材料上 为的就是量产 中飞工厂里 现在摆了1500台六面压顶机 孕育出一枚一颗拉的毛钻 加上细加工只需要两天 也就是说 中飞科技每天的钻石产量 每天750颗拉 目前的储备货已经有了2万颗拉 当然这些设备是远远不够的 于是胡陆飞又跟银行借钱了 用中飞工厂里的场地设备 能贷款的全部贷款 贷了10个亿 又添了1000台机器 总计2500台机器 每天的产量 便增加到了1250克拉 这时 陆飞对钻石行业的反扑 正式开启 8500一克拉提三 是不是真的 小心便宜美好货 真的 很多钻石商都找专业设备验过了 而且欧陆宝再招全国代理 成立跟欧尔比斯那边一样的 中央销售组织 真的假的 他们自己的货 这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那姓乔的说有货 有多少 姓乔的说还在挖 这样橙色的钻石 每个月的产量大概七八公斤 那就是三四万克拉了 那还好 不算多 刘总 看看给这个乔总打电话 跟他们签合同 我们把他的量给吃下来 王总 要是吃下来 一个月可是三亿啊 我们自己哪里吃得下 怕什么 这么便宜 我们吃下来再倒一手给其他人 你还怕没得赚 倒给其他人 对啊 老外那边把量控制得这么死 价格控这么高 这种低价货什么时候能拿得到 倒一手 怎么转都是钱 请 我来给姓乔的打电话 乔总 这产能太低了 一台一百万的机器 两天出一颗拉 需要一年才能把机器的钱赚回来 你们黄河旋风是怎么把产能做上来的 做金刚石没那么多讲究 一台机器可以放几十颗 做钻石不行吗 钻石不行 因为高温高压之下 很容易产生结构混乱 钻石的特定要求与环境太复杂 如果多力压缩 晶体结构就不对了 暂时不行 那就是行 只要时间 不久 这个不好说 老段已经在模仿多力压缩了 不过陆总 就这样的情况 咱们的产能 一年就能把所有的投资都回本了 剩下的全是赚的 以这都不满足 没那么简单的 咱们毕竟是人工钻 一时半会儿他们没什么反应 但时间一长就说不准了 这个市场空隙 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久 让老段他们继续加把劲 在现有的基础上 把产能提上来 特末的越来越感觉不对劲 人工钻代替天然钻 虽然给天然钻造成了庞大的冲击 但据我所知 20年后的天然钻市场 还是占领着大量的钻石市场 看华夏一年的天然钻进口量 就知道了 百亿美金一年 这其中很多的因素 包括人工钻出世之后 发生了什么事 全都是我不知道的 现在用人工钻冲击天然钻市场 这中间会发生什么事 也是个未知数 所以只能在这帮老弯 还没反应过来之前 尽最大可能把该赚到手的钱全赚了 魏刘总有事吗 呵呵 我想跟乔总谈一笔生意 可以啊 没问题 这钻石的橙色很不错的 我想都吃下来 不知道乔总愿不愿意出手 呵呵 想来囤货的 这是好事啊 答应他 刘总 我这边每个月的产量 可有几个亿啊 你吃得下 没问题 我打算要一百公斤 乔总什么时候能有 一百公斤 五十万克拉 好家伙 这哪里是备货 就是想做个二道贩子啊 陆飞也是被对方的狮子口给震住了 然后想了想就明白了 随即呵呵一笑 这特么是给自己送钱来了 刘总 这么大的生意 我们找个地方碰个头 当然当然 我正在过去你们公司 咱们见了面谈 好 我等你 陆总 把货都给他 其他人的生意就不做了吗 做 为什么不做 做的话 我们的产能远远不够的 按照这个进度 五十万克拉 我们要做一年 用不着 他要我一年的产量 总得预付定金吧 我们的货这么抢手 收个五成的定金不为过 五成的定金收回来 我们的产量也跟着上来了 哎对对对 先拿钱再给货 不管谁过来 我们都可以根据实际产量来预估 对了 乔总 你看看这六合压顶机能不能租 不买 买的话代价实在太高了 还有要确保机器尽快到位 我倒把这一查给忘了 足肯定是没把握了 市面上的压顶机恐怕不多了 我得赶紧让人去抢 那还当什么 赶紧打电话呀 我现在就来打 在等待留的人的过程中 乔丘明急忙跟在南河那边的林林联系 林林急忙让采购部 打给压顶机的生产厂家 然而当林林知道 压顶机厂愿意给他们出租 一万台压顶机的时候 他直接蒙了 他们最怕压顶机的数量不够 所以急忙联系厂家采购 顺带提一句租赁的事 谁知道 人家直接愿意拿出一万台压顶机 一万台压顶机每台价格十万 而且还保修 还愿意派遣一千人团队 过来协助设备维修 不用他们厂里发工资 只要给口吃的 能有个地方睡觉就行 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乔丘明兴奋地直接跳了起来 怎么了 林林打电话过来说 恒徽自动化机械厂愿意给我们提供 一万台压顶机 以租赁的方式租给咱们 每台每年十万块 而且愿意派一千人团 专门为我们的设备做围保服务 我之前还担心市面上的压顶机不够 看来是我瞎操心了 一万台哪来的这么多 可能是生产厂家 为了供给市面上正常换代运转吧 也没那么奇怪 而且现在金刚石准备出口 不论是我们黄河旋风 还是中红他们 也都在扩产大量的采购 你们黄河旋风和玉金刚还有中红 三家加起来的机器 也不超过五千台 生产厂家会给你们 备这么多的机器 加入世贸这个消息 是去年年底才出来的 去年年底到现在 他们生产了一万多台压顶机 这里面有我们不知道的事 这 这个我也不清楚 这问题有什么好纠结的 人家有大量的机器 愿意租你还不乐意了 那么纠结干什么 倒也不是纠结 只是感觉有点怪怪的 市场用不到 他们产出那么多机子干什么 这有什么怪的 一万台机器 骂了个八字的 每天五千克拉的产量 你不要啊 要 是坑要得往里面跳 现在闲上不得不发 两人决定之后 立马跟零零交代 让他准备跟压顶机厂家签合约 把那一万台机器拿回来 也得亏当时陆飞拿的厂房足够大 要不然这一万台机子 他都不知道放哪里 把事情交代完之后 留的人和王勇到了 当王勇看到陆飞的时候 不由得一愣 陆总 看到王勇的时候 陆飞一时间叫不出名字 不过他确定自己肯定见过 脸上疑惑了片刻之后才想起来 原来是老凤凰的王勇 王总 两位认识 认识陆飞老熟人了 陆总是欧路宝的老板 随便搞着玩 哎呀 真是没想到 陆总做了翡翠做钻石 真是叫人羡慕 陆总的产业可多了 这不过只是九牛一毛 男人重生成为亿万富翁后 和歪果老打价格战 研发出人工钻石冲击歪果市场 陆总怎么好端端的做钻石生意了 之前怎么没听说啊 王总您还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 陆总跟欧尔比斯合作 给欧尔比斯做总代理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之前就在这里拿过货的 原来如此 翡翠市场的事我也听说了 陆总英明啊 及时转了身 不说一些有的没的 王总 刘总 咱们还是谈谈生意吧 乔总 电话里我就说了 我们想要五十万克拉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货给我们 刘总 我们的货周期比较长 五十万克拉 差不多得一年的时间 一年呐 这时间有点长啊 不长了 五十万 这一年我这出来的货 可要全被你们吃下了 没这么夸张吧乔总 不夸张 一点都不夸张 要是能多 我肯定还出手啊 还能留在自己手里玩啊 换成钱多实在 那倒是 乔总 陆总 我和王总商量着准备拖一次货 看看两位给我和王总抬一手 没问题 只要钱到位就行了 一年五十万克拉 二十亿的定金 分批四每月出货 到了时间两位到我这来拿货就可以了 二十亿 听到这话留的人愣了愣 随即跟王勇对视了一眼 五成的定金 这绝对超过了正常的合同定金 陆总 哪有二十亿这么多的定金的 既然是按月出货 咱们就按月给定金不就行了吗 我的钻石才卖市场价的七成 抢的人大把 你们要是没兴趣就算了 还是说 你们害怕我拿着钱跑路 陆总真会开玩笑 光是陆总的名字就不止值二十亿了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OK 就签和铜塔签吧 王总 这不合理 哎 就像陆总说的那样 这种橙色的毛钻 你何时见过这样价钱的 我相信陆总 希望你们别那么谈 拿到货之后尽快地出手才是 要不然等我这的产量越来越大 请出手可来不及了 王总 刘总 这个市侠总会跟二位沟通 签不签都无所谓 我的钻石不愁卖 我这还有事先适赔了 陆总的意思很明确 两位看 乔总 这个合同给我留着 但我和刘总现在手里没那么多钱 钱都堆在货上了 你给我点时间 我来想想办法 没问题 我等王总电话 孙总你好啊 陆总 我们合作吧 拿到了吗 拿到了 那孙总想怎么合作 我这边搞个厂房 买设备做加工 就按照我们之前谈的 两层 没问题 厂子你先搞起来 什么时候能动工你告诉我 我要人把火拉过去 行 没问题 接下来的几天 王勇和刘德人在筹钱 孙连胜开场 钻石市场的冲击已经提上日程 随着王勇他们的资金到位 陆飞拿了20亿 直接让林林去把那1万台机器给租了下来 剩下的钱用来运转 中飞科技也在大量的招员工 从以前的数百人增加到了5000多 而随着这1万台机器拿回来 钻石的量产也有了一个惊人的变数 每天的产量达到了6000多克拉 到了4月份中旬 一个让陆飞和乔丘明都振奋的消息 从南河那边传了过来 就是段永康已经把多力培育的方法给搞出来了 自此 人工蓝白钻的研发已经成功 随着欧陆宝贸易公司在不停地出钻石 一传十十传百 几乎所有从事钻石行业的商人 全部涌向海城过来为货 然后就造成了欧陆宝贸易公司挤满了各大钻石商 这会儿王勇和刘德人傻眼了 因为他们已经收到消息 所有过来的钻石商人 基本上多多少少都拿到了一些货 这还得了 不是说每个月的产量只有三四万克拉吗 为什么他们能拿出这么多 第一时间王勇就知道陆飞和乔丘明说话不老实 不过他们没有慌 这些钻石经过他们加价 国内的人虽然没人要 但国外的人有人要啊 于是乎 王勇成了第一个把陆飞钻石卖到国外的人 T1级的钻石销了5万克拉 T2级的11万克拉 T3级的最多27万克拉 其中90%都是1克拉重的 2克拉及2克拉以上的占10% 我们的T1级钻石定价是1万8 T2级是1万2 T3级8500 普遍低于市场价三成 到目前为止公司的销售分别是9亿 13.2亿 22.95亿 两克拉以上钻石2.3亿 总值47.45亿 这是实际销售总值 还有很多人过来压定金想要提前拿货 我们的预售定金拿到了29亿 所以账面上总共进向76.45亿 中飞科技那边之前打了20亿 连胜机械那边打过去了4.5亿 现在账上还有51亿9千多万 我的天 这才多久70亿 除掉中飞一成税收 包入宝一成税收成本两成 我们能赚三成 这么一来我们就已经赚了20多亿了 不到一个月赚20多亿 一年两三百亿 这对钻石中央销售组织来说 只不过是九牛一毛 我们华夏每年的锚钻进口都将近20一刀 而我们华夏只占全球的4%而已 钻石中央销售组织每年的成交量500亿刀以上 折合人民币4000多亿 我们才来到哪 十之一二罢了 这还只是目前的交易量 以后只会更高 也对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不过欧尔比斯那边应该已经有所察觉了 这么大的量出去 他们又不瞎的 等着吧 看看他们什么反应 路飞和乔秋明他们在这对账 欧曼利和卡迪亚那边也炸锅了 从三月份中期到现在 中央销售组织对华锅钻出口几乎已经停滞了 不仅如此 有几个国家市场的锅钻进口也出现了下滑 卢斯尔先生 是你那边给六飞出货了吗 他们的货怎么那么多 怎么可能 上报上去先 问问看是不是中央销售组织的其他人给路飞出货了 于是两人把事情上报上去 得到的消息也是没有人给路飞供货 那他们就不能理解了 欧陆宝哪来的那么多钻石 全球的钻石开采已经被垄断 华夏这个地方是不会有钻石的才对 难不成对方学了他们 提前囤货 他们囤翡翠 对方囤钻石 如果是这样的话 华夏的商人就是傻了 因为他们再怎么牛 也不可能用钱跟他们来对着烧 因为华夏这个地方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平级之地 根本没资格在资本上与他们一较高下 于是 以欧尔比斯为首的钻石财阀 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认为理所应当 又出人意料的举动 大面积收钻 陆总 账上没钱了 还有多少 不到三亿 我一会儿往公司里打十个亿 你先把钱弄过去维护好矿上的事 陆总 现在翡翠根本卖不动 你还继续挖 要亏死的 要不那边的矿咱不要了吧 说什么屁话 给我好好耗着 我这边有用不完的钱 怕什么 用不完的钱 都有人替我们买单 不要慌 你把你的工作做好就行了 我不会让你钱拖挡 好吧 那猜河那边 他那边就拖着吧 我这边什么情况 他不会不知道的 行 我知道了 钱过账的话就用石头就行 明白 老朱 我一会儿就到你那边 到啥到 出事了 出事 出什么事了 老冯那家伙从米国回来了 他儿子伤得不轻 腿给劫了 这会儿已经带人去找孙连胜了 放出话来说要弄嘎他 他脑子有病 不想过了 哎哟 这个是钥匙放在我头上 我也要弄死孙连胜这个狗东西的 你拦着点啊 拦个屁的 拦不住啊 到现在我连他人都没碰见 电话打了直接给我挂了 老吴打了也一样 我的人说老冯带了几十个人 手里提家伙走的 我来给他打 商会是他们五个人一起管理的 也有冯志伟一份 这阵子冯志伟因为担心自己老婆儿子 去了米国那边 到了米国那边冯志伟老泪纵横 因为他儿子双腿被废了 这辈子只能坐轮椅 也得亏救治及时 不然小命都没了 如果是平时 这种恩怨的是陆飞不会管 可是孙连胜这会儿不能有事 他能给陆飞创造无限的价值 手里握着危机光束呢 电话响了好一会儿都没人听 说着陆飞又打给了孙连胜 你在哪儿呢 在厂办公室呢 怎么了 这几天就别出门了 找个安全点的地方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冯志伟带人去弄你了 啊 这怎么办 啊什么呀 你安排人去撞人家儿子的时候 就应该想到今天 把厂门锁起来 这几天别出门 好好好 我知道了 阿彪 赶紧去把厂门锁 一有动静就报警 老板出什么事了 有银药动 让阿曹他们到处看 知道了老板 打电话 多早些赢过来 好的老板 孙连胜一开始 就没想要冯志伟儿子的命 充其量也就是恐吓 逼冯志伟就范 只是让他也没想到的是 那米国的混混会下手那么重而已 当然他更想不到的是 冯志伟会暴走 什么都不管要来弄他 这么大的老板 一般不可能会失去理智的 由于陆飞提前通知 冯志伟没有得手 只好带人回去 回去后终于接了陆飞的电话 陆飞约了几人晚上 做一起解决翡翠的事 并没有给孙连胜说情 冯志伟这才答应赴约 冯总你终于来了 如果是孙连胜的事 陆总督总二位就不必开口了 不聊那个垃圾 我们聊我们自己的事 今天过来 主要我是想跟各位聊一聊 后续翡翠市场的事 虽然我已经在钻石上动了手 但我们的困境还远远没有摆脱 欧曼里那边已经在花大家钱 来收购翡翠商手里的货了 出手的人越来越多 欧曼里那边收货价更高了吗 翡翠这个东西 价格战是打不了的 打赢了 市场也垮了 这倒是一个问题 如果想要翡翠商那边的货不出 那就只有我们自己收了 而且是大面积的收 难道继续拖延时间收不行吗 这场打压战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候 拖肯定是要拖的 不过我们要迎接他们全面反扑 接下来的时间 翡翠市场外 钻石市场也一样 我会大面积的散货 来保证对出商货的资金 所以诸位需要看情况收货 后续市场混乱 诸位要见机行事 收货我们也一样耍赖皮的慢慢收 等我这边资金过来 再慢慢的提速 当然如果对方在海城大面积的散货 商会的资金又跟不上 诸位就要收手 收手 那就是要认输了 不是认输 是拖延时间 咱们以商会的民意选址 建造一座御实市场评估与回收中心 规模一定要大 盛世一定要想 多做一些广告 多找一些报刊做宣传 市场中心在建立的时候 就大面积的对外招聘预期建立师 同时多找一些人 在市场中心外面摆摊收获 当然 一定得让他们放慢速度就是了 做营造的气氛 就是告诉所有人 我们商会准备大面积的回购 对 但是我们要时间 同时 钻石市场那边 我要大量的吸收资金 不过这件事没有孙连胜不行 他手里握有专项技术 可以给我制造TET二级的蓝白钻 我需要用这样的高等钻 来收割欧尔比斯 所以 冯总 我希望咱们把个人恩怨 暂时放一放 万事等着厂征 跑完了再说 陆飞没有说 让冯志伟放弃弄孙连胜的念头 只是让他暂时把这个事放一放 为了大家好 至于以后 以后再说吧 听到这话 朱桂他们几人 都是把目光投向冯志伟 等待着他的回应 陆总说什么 就是什么 冯总 咱们做什么事还是要多考虑一下 虽然我也很讨厌孙连胜这个人 但我的钻石想要打破 欧尔比斯的垄断模式 没有他不行 我不会动他 今天没什么胃口 失赔了 这个事是暂时压住了 把事情说清楚之后 接下来就是跟欧尔比斯真正的开战了 随着中飞那边的多力培育技术不断的提升 很快就研发出了四进八的技术 也就是说 毛钻的培育量 在原有的产量基础上又翻了一倍 从以前的平均每天25000克拉 上升到了每天5万克拉 也就是说 8500的三级毛钻 他们的制作成本只要1500多 而且随着多力培育的技术提升 由二进四 四进八 八进十六的成本还可以再降 随着毛钻的生产 也在根据市场的需求不同 毛钻的多样性也出现了 只要是蓝白钻 他们几乎已经掌握了 除了重量两克拉以上的所有橙色类型 男人重生制造人工钻石打压歪国老 前脚被经济侦察科盯着 后脚却被领导人当作替死鬼 且看他如何化解这必嘎之局 陆总 卢斯尔和史曼夫他们过来了 呵呵 终于来了 他们应该是坐不住了 钻石的股价一天跌过一天 他们又收了我们那么多的货 估计这回正在吐血 吐血倒不至于 你要知道人家有的是钱 当他们进来 看看他们说什么 钻石市场受冲击 关注的人很多 一些二道贩子把欧鲁宝的钻石 运到国外出手狠狠地赚了一笔 就不说这钻石的缔造者路飞了 陆先生 首先卢斯尔先生这次过来代表的是 CSO组织 并不代表个人 是的 陆先生 CSO高层已经撤销了 打压玉石市场的事 所以明天欧曼利和卡迪亚 就会把翡翠价格拉升 到正常的市场价位 同时也跟陆先生说一声抱歉 不过这也是正常的市场竞争 请陆先生理解 理解 非常理解 商业嘛 哪个行业不存在竞争 对吧 感谢陆先生的理解 CSO高层的意思是 既然陆先生手里有钻石 希望能与陆先生合作 统筹钻石市场 陆先生也知道 钻石由CSO统一调控统一出售 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旗下的财富也是为烈世界巅峰之一 如果大规模的斗争 陆先生是没有胜算的 钻石市场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形式 CSO高层并不希望看到市场下潜的局面 为了保证市场的稳定 合作共赢 所以邀请陆先生加入CSO 毕竟如果要货源 欧尔比斯的货拿出来可以绕地球史权 希望陆先生酌情考虑 要是弄得市场崩盘的局面 到时候就只能两败俱伤 是谁都不想看到的 CSO高层表示 陆先生如果愿意合作 可以把矿场改签给欧尔比斯 又或者以后不单独对外出售矛钻 统一由CSO调控 当然价格方面好商量 如果合作 统一调控 我可以拿多少 改签是不可能改签的 老子根本就没矿 拿什么跟你签 如果跟CSO合作 少赚一点就少赚一点 这个是拖得越久 我就赚得越多 陆先生 您的期望是多少的呢 好说 CSO不是号称三大财法吗 算我一个 便成四大财法 我看刚刚好 陆先生 您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 那史曼夫先生和卢瑟尔先生觉得 我应该占多少份额合适 抱歉 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 这要看CSO的意思 那就跟他们去谈 他好了再跟我说 看我愿不愿意接受 嘿嘿 这是我根本不许的急 现在销出去的量 七八成都被CSO收购回去了 接下来每个月都有最起码20亿道的市场 卢瑟尔跟史曼夫带着陆飞的条件离开了 他们自然要把这个事跟CSO汇报 这个事他们根本没法做主的 第二天 欧曼利和卡迪亚 彻底停止了翡翠的低价销售 也停止了收购的事 那些翡翠商人似乎也感觉到非常不可思议 因为看样子 他们这场保驾战 似乎是打赢了 这会儿终于没人骂陆飞了 都在歌颂陆飞忍辱负重 人家陆总接近史曼夫 那是为了搞他们 而不是跟他们合作 陆总 这个庆功会你不来不像话了 大家伙都在等你呢 你们处理就好了 别跟我说你们不会玩 我这心里还在气呢 之前骂我骂得多凶 陆总 老朱我这里给你赔个不是 也替他们给你赔个不是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我懒得计较 也懒得去装 先这么说吧 尽管陆飞没有参加 浴室商会的庆功会 但丝毫不影响 他在浴室行业里的地位 他的作为也引发了 大量吃瓜群众讨论 事情暂时性地解决 陆飞就回了一趟宿城 这长年不回家 会让他的愧疚感再度袭来 人啊 这一生都在天平上度过 事业与家庭之间 你是找不到平衡点的 总有策度 他把自己大部分的时间 用在了赚钱上 那陪伴家人的时间 自然而然就少了 陆飞似乎是一个 极度自私的人 他都已经忘记了 自己刚重生回来的时候 立下的承诺 兄弟们回家短暂的温存 我就跳过了 继续加快进度 另一边不死心的刘国斌 查他已经查到了复城来了 这种事陆飞是看得明白的 毕竟他是过来人 上面有格局的领导 也看得明白 所以不让刘国斌查 但刘国斌这样的一线 却不会考虑那么细 你犯规就是犯规 造假就是造假 没什么好说的 陆飞想看看 能不能把刘国斌说动 让他不要缠着自己 刘队长 来复城怎么不通知我一声 好让我周袋招待 我们复城的怀扬菜不错 陆先生真会开玩笑 我们可不熟 而且你的饭我可不敢乱吃 我的钱都是干净的 那些亲手被我送进监狱的人 一开始都是这么说的 陆先生难不成忘记了杨贵的事了 带写的罐头不是我说的 那是正常的市场竞争 而且害人的不是我 对 陆先生要动水 哪里需要亲自出马 有的是人给你卖命 你为什么一定要揪着我不放 怎么 害怕了 你要是真的干净 会怕我查吗 你过来查我 你上次知道吗 别以为有人给你撑腰 你就可以肆无忌惮 无法无天 我告诉你 我迟早把你们一锅蹲 有些事你根本看都没看清楚 你查什么 我挪用资金是为了要起研发 造福社会 谁知道 我还是那句话 你要真是干净 就别怕我查 我问心无愧 当然不怕 那你来找我做什么 你为什么不找你上次好好聊聊 刘国斌听到这话更是生气 他怎么可能没找上面聊过 可是上面的说字他一句都不信 他甚至都怀疑一向公正严明的老张已经受了会 不然他为什么三方五次的阻止自己查陆飞 如果没有鬼他怕什么 甚至还用调职来威胁自己 刘队长在想什么 我在想你在怕什么 你在怕什么呢 刘队长 咱们做什么事 不能只关心对于错 因为很多时候 对错都没法评判事情本身的意义 我不这么认为 对的就是对的 错的就是错的 如果连对错都不分 那谈什么也都没有意义 不好意思陆先生 我这种人不能跟你待得太久 不然会让人说显话 失陪 这家伙好像跟我杠上了 要不把他解决了 不然让人看着心烦 人家是个好人来的 你这是要干嘛 动公务人员你知道最有多大吗 放心 没人知道的 我有一百种方法 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把他给弄没了 大哥 你别乱来 走吧 找沈为民聊聊 让他跟东王那边联系联系 把他给整走了 免得坏我事 倒也行 沈为民这一年是最烦心的 因为外资在海城落户 很多城市的GDP 都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 并不是商人的厂子运转不动了 而是这些商人纷纷将资金转移海城 和东广两地 因为对于商人而言 那里更有发展的潜力 沈为民对陆飞搞人工赚的是只字不提 就好像他从来不知道这个事一样 他只是一个劲跟陆飞说 手里有钱看看 跟当地有水准的企业合作 带动经济运转 不然下半年这个GDP还要降 沈书记 你知道 我的钱要供给腾飞研发了 所以实在还不能住 我知道 我只是说 如果你有多余的钱的话 就拿出来 钱这个东西不能留在手里 一点用处都没有 只有赚起来才有价值 这我当然知道 钱放在那里不动就是废制一仗 你知道就好 此时沈为民好像有话要说 却又欲言又止 陆飞奇怪地看着沈为民 见沈为民不想多说 陆飞便转移话题 对了沈书记 东广那边侦察队的刘国斌 一直咬着我不放 你能不能脱关系把他弄走 你不犯法 还怕人家查你 放心吧 我已经打过招呼了 他来复城的时候 我就跟沈书提到了 那就好 陆小子 如果哪一天我要抓你 你会怎么办 抓我 那估计我是真的该死 不过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 但愿如此吧 您这是怎么了 说话奇奇怪怪的 可能是最近压力太大了 您可辛苦 为国为民的 这什么话 坐这个位置 不为国际民生位置了 要不我把我的欧陆宝贸易公司 拖到这边来给你上上税 一个月怎么跌得 大几十亿的销量 几个亿的税还是交得起的 算了 不要搬来搬去的 都是给国家做贡献 在哪都一样 今天这泡茶喝完 以后要没什么事 就不要来找我了 有什么事要沟通的 电话里说就行了 怎么了 不就是那些事 走得太近容易惹人闲话 要必闲 不对劲 绝对不对劲 省为民术话说的不明不白的 这是要跟自己划清界限 虽然官商不宜走近 但也没必要搞得这么生分吧 行吧 乔总有事吗 陆总 卢斯尔和史曼夫又过来了 嗯 怎么说 他们说CSO的意思是 可以让出一成的市场给到我们 当然 钻石一样还是要通过CSO统一调控 我们只管给货拿钱就行 就目前为止 世界的矛盾 年销售额差不多不到400亿刀 一成的话就是40亿刀 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每年的利润大概也有一半 那你的意思是打算跟他们和谈 差不多吧 毕竟我们并不是正统 如果跟他们杠上 不是太明智 我敢保证 如果你今天答应 明天他们就改口 那帮家伙再探我们的底呢 哪那么容易就让咱们赚钱的 那陆总你的意思呢 六指纹 反正拖得越久咱们赚得越多 先把咱们该赚的钱赚到手再说 谈归谈 我们的钻石照样递钱卖 他们要是降价 我们就跟着降 一直保证我们的钻石比他们便宜两成就行了 行吧 那我们跟他们要多少 谈生意嘛 你进一步我退一步 你退一步我进一步 你看着办 反正六指纹就行 明白了 乔先生 陆先生怎么说 抱歉是曼夫先生卢斯尔先生 对于CSO给出的份额 陆先生是不接受的 因为我们能提供的量 足以占据全球大半个市场 陆先生的意思是23% 乔 这是不可能的 简直不可理喻 世界上是不缺钻石的 如果没有CSO实时调控 大家都没钱赚 我明白卢斯尔先生的意思 不过10%陆先生也一定不能接受 卢斯尔先生看看 再跟上面沟通一下 给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份额 No 这没有商量的余地 如果陆先生不接受 那就准备迎接CSO的怒火吧 乔先生 希望你全一全陆先生 我会的 这一天CSO组织生气了 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已经给足了陆飞面子 但他却贪得无厌 CSO高层可不是傻子 他们怀疑问题根本就是 陆飞哪里来的这么多钻石 他们三大家族统治世界钻石一百多年 哪里有钻石他们还能不知道 可华夏那边从没有听过有什么钻石矿 要不然新闻早都爆料出来了 那陆飞的钻石是哪里来的 伦敦CSO高层也终于发现了不对劲 陆飞出售的钻石 八面晶体的结构不对 太规整了 他们知道这就是危机光束弄出来的 开始怀疑是陆飞造出来的了 他们让卢斯尔暗中调查钻石的来源 又或者分辨他到底是不是人工钻 如果能分辨 可以一棒子打死 这阵子陆飞就待家里陪老婆孩子 没事跑到李志良那边去喝喝茶 然后又跑到董伟那边去溜湾 简单地和苏婉几人吃过饭后 董伟发现了陆飞的不对劲 于是单独和陆飞交谈起来 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你怎么看出来的 因为你说话没那么猥琐了 啥 我再给你一次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 开玩笑开玩笑 我只是从你的眼神里看到了不自信 以前的你可是很自信的 什么事都在你的掌控之中 的确 这一次有一些事我没想明白 什么事 我做了人工钻石投放进市场 其中有很多疑难问题 都在我最主要的时候解决了 一开始的进度问题 后来的多力培育技术 似乎有人在帮我 这是好事啊 真是好事吗 如果你掌握了这种核心技术 你第一时间想到的难道不是怎么自己做 自己赚钱 有必要跟别人分钱吗 不会 那是不是他们自己 也并没有掌握人工钻高压的技术 强强结合 我问过乔丘明 人工钻最难研发的 就是进度进化和多力培育 其他方面在人造金刚石原有的技术上升级 只要花时间就一定能搞得定 那就奇怪了 人家为什么把核心技术给你 是啊 为什么把核心技术给我 说着两人都陷入了沉思 的确 这件事让人想不通 人家手握核心技术 自己不赚钱给你赚 做梦都不敢这么做的 所以这件事一定有问题 人工钻属于造假吧 天然钻本身也是碳合成 人工钻也是碳合成 又不是玻璃制造 只不过环境不同罢了 你能说这是假的 倒也是 不过这是一个全新的命题 人工钻算不算造假 我们说了不算 要法官判 不过既然本身的结构是一样的 应该不至于背叛造假 不至于 不至于 我好像抓到问题的关键了 怎么了 我似乎撞枪口上了 撞什么枪口 我们可是刚刚打开 国际贸易的大门 无数的外资奔赴前往投资 CSO在国际上的商业地位非常高 如果硬头皮的说我造假 再鼓动其他外商 为了保证外资持续性的来化投资 法院会判你造假 怪不得 怪不得 怪不得他们自己有核心技术 自己不搞 反倒是一个劲的助推给我 他们是在拿我探路 探外资的底线 陆飞一下子 似乎想清楚了很多问题 有时候就是这样 一件事情一旦开窍了 很多事情都会想得通透 他也突然间明白 沈为明为什么会跟自己说那些话 为什么要刻意冷落自己 他就是怕造假 这个事跟他扯上关系 因为这个事情 他根本就知道 现在收手还来得及吗 来不及了 现在流转在市面上的人工钻 有好几顿 弄得世人皆知 但是这个是直接判造假 也是不对的 我不能赌运气 你想怎么办 这个事你不要声张 一会我找石俊松商量商量 陆总 没事 没什么大不了的 陆飞这么一说 董伟就知道陆飞要干什么了 这个事要是判陆飞造假 他是要赔死的 但他不可能甘心把钱赔出去 而且也赔不起 不说卖出去的人工 赚抢了CSO多少市场 光是这中间的损失 就值几十亿美金 够他喝一壶了 事实上 人工赚冲击市场之后 目前的CSO损失 已经超过了120亿美金 这是明面上的 还有无数上市公司的股票 狂跌的情况 那根本赔不起 而且人工赚的是一旦公开 CSO一定会联合 无数钻石商一起上诉 当然这是结合在陆飞 被判造假的前提之下 不过赔钱的时候 账并不是这么算的 具体赔多少没人知道 但陆飞一定赔不起 陆飞不敢赌 所以在这之前 一定会先将自己的资产脱身 跟董伟道了别 陆飞去找了石俊松 不管他猜得准不准 他也要把事情做在前面 来应对接下来 可能要面对的突发情况